連鎖五金生活百貨賣場 小北百貨主打二十四小時營業 是許多民眾購物的選擇 不過商標上 這一串看似英文單字 但又不太像 其實這樣唸 一開始其實不是很了解 然後後來門市人員講解 我覺得還蠻符合他們的精神 台語這樣直翻 還蠻有創意的 就還蠻道地的 因為通常品牌 通常都是會用英文直接翻 小北百貨不只大玩台語諧音 業者透露當初討論時 還有另外兩個名稱 拼音秀貝 音譯 small nose 台灣人就愛諧音幽默 尤其是餐飲業 小時候牛排 出碗麵 吃碗麵 另外也有洗衣店加入佔局 洗衫腹 洗衫混 以及這間早餐店即將成功 即將成功 就覺得很有吉利感 沒有 我覺得它跟我們那個食物的 那個薑也很像 然後這是比較屬於 就是年輕化的感覺 因為我姓薑 然後我就用早餐然後去聯想 台灣人就是諧音梗 現在就是要取好計額 大家才會印象深刻 老闆結合自己的姓氏 聯想出諧音梗電名 成功吸引民眾眼球 乍看完全無法理解 但只要嘴巴一念就知道其中奧妙 當下也會心一笑 三雄台南台中綜合報導 今天寫天 我們下載的資料 我們下載的資料 買的資料 這就是 到我有òn兩個